很快就要立秋了,现在我们可以开始来种秋菜了 屏幕上这些就是我今年打算种的一些秋菜 我的小菜地很有限,所以我只打算种这些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适合秋天种的菜 我会把常见的几个品种做成文字形式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如果你家的小菜地比较大又有精力管理 当然还可以种更多的秋菜 这个是红蒿,我还没想好今年秋天还是不是要种了 现在来看看这个 这个是这两年非常流行的红菜苔 我今年是第一次种,试一下 这个是我叫小油菜的一种菜,大家好像也有其他的名字 这个是我心中永远的通菠菜,我决定再试一次 这个是乌塔菜,也有叫塔菇菜的 非常的好,我去年种了,今年继续再种一些 这个是心里美萝卜,今年是第一次种,试一下 看看这个也是一种油菜,我可能买的时候重复了 这个是我非常喜欢吃的芥兰菜,第一次种试一下 我会把我买种子的网站连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文字处供大家参考 春天的时候在Costco买了一袋organic的mix,这次我准备用它来育苗 这些种子都可以直播在地里,但是因为我地里还有很多没收的菜 所以我准备先育苗,经过10-15天的育苗等它们都长出来以后 地里的菜也差不多可以收成了,就可以把它们移苗到地里 时间上应该是刚刚合适 如果你的小菜地已经有空出来的地方,那就最好了 这些种子可以直播 我们先把装了土的小花盆浇透水 通常情况下我会在头一天把它准备出来 然后头天晚上先浇好水 第二天看看如果浇的不透就再浇一次 第一个花盆里头我准备给红菜苔来育苗 这些花盆里的土壤都是头一天浇透了水的 在上头轻轻的挖两条沟 浅浅的只要一公分左右深浅就可以了 红菜苔的种子非常的小 如果你怕撒的不均匀,可以加一点土或者沙子 和它们混在一起,然后就容易撒均匀了 不过我这个仅仅是育苗,后面还要移苗的 所以稍微密一点没有关系 要注意的是,红菜苔在移苗的时候 行间距要保持在30-40公分 不然的话不容易抽苔 种好了以后我们就开始盖土 红菜苔发芽的时候对温度要求比较高 希望在25度以上 所以现在育苗是最好的时候 可是它的生长期又不希望温度太高 总体来说它是比较喜凉的蔬菜 等到它长出4-5片叶子 我们可以移到地里的时候 多伦多地区的天气已经开始转凉 刚刚好适合它生长 因为刚才在盖好土以后我们浇了水 这些新种的种子比较轻 浇水的时候不小心有可能会被冲到表面 所以我们浇完水以后 在表面盖一层薄薄的干土 一方面可以覆盖一下不小心飘上来的种子 另外一方面可以起到保湿的作用 第二个盆我准备下两种不同的种子 中间用一个小棍擦一下把它隔离开 这样容易分出来 同样的我们挖出两到三条小沟 取决于你要放多少种子 我下单的时候把这两个种子给下虫了 当然它们的编号不太一样 一个生长期是40天左右 一个是35天左右 所以我决定还是用那个生长期短的 另外一个留到明年春天来种 种的方法也是一样的 均匀的把种子撒在这些挖好的小沟里 另外一半我用来种菠菜 这个菠菜不知道为什么我试了很多方法 总是种不好 今年再试一次 如果还是种不好 我可能真的要放弃了 和它没有缘分吧 同样的种好了以后我们来盖土 盖好土以后我们来浇水 最后在表面撒上薄薄的一层干土 第三个花盆我种了芥兰菜 还有塔菇菜 种法都是一样的 挖小沟 下种子 盖土 浇水 薄薄的盖上一层干土 这三盆下好种子以后都放在温暖能够保湿 并且没有太阳暖晒的地方 并且没有太阳暴晒的地方 每天都要检查 保持足够的潮湿 当然要记住不能太湿 以免它们没烂 现在我们来种萝卜 种萝卜的地一定要经过深翻 最少要35-45公分左右 深翻以后我们现在来下牛羊粪堆肥做底肥 这个我是买来的牛羊粪 种萝卜底肥非常的重要 这一小块地我用了两袋牛羊粪堆肥 另外种萝卜需要土地非常松软 家里还剩一些皮特慕斯 我也把它们都倒上了 接下来我们把皮特慕斯 牛羊粪堆肥还有土 都均匀的掺在一起 掺好了以后用锄头把它们爬平整 做成略微高出地面的一块地稀 这是辛里美萝卜的种子 看一下这上头的说明 它的生长期是在65-70天 也就是说我们在10月初或者10月中 就可以收获这个萝卜了 辛里美萝卜基本上属于半耐寒植物 所以它不适合在春天播种 因为还没有等它长成萝卜 天气就已经开始热了 它就会开花抽苔 所以秋天对它是比较合适的 即便到了深秋有一点轻微的松动 它还是可以很好地生长的 辛里美萝卜的行间距应该是30x40公分 我这个造的有点模糊了 这个萝卜千万不要种的太密了 不然不容易长好 我就在四个角做上记号 辛里美萝卜的种子还挺大的 我们先在做好记号的地方浅浅的挖一个坑 每一个坑里头我们放两粒种子 以防要是有一个种子发不出芽来的话 另外一个还可以补救 但是这两粒种子一定不要放得太近 适当的有一点距离 如果两个种子都发芽了 去除的时候会比较容易一些 放好了以后就来盖土 种的时候一定要选阴天或者是下午太阳不强烈的时候 我这个种的是7月28号下午 多伦多预报7月29号会下一天的雨 如果天气预报不会下雨 那么你在种之前一定要先把地浇透 下完种子以后在表面盖上一层薄土 然后还要再浇一次水 种萝卜有一点非常重要 我记得也多次和大家说过 尽量不要采取育苗然后再移植 因为你在移植的过程中很容易伤到它的根 这样就长不出又大又直的萝卜来了 所以我会建议如果你种萝卜直播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育苗的这些菜什么时候移植比较合适呢 我会建议至少在长出4片蒸叶以后 特别的在这些辣椒豆角还有茄子都收成以后 我们的地就空出来了 这个时候就可以开始移植了 有朋友说想看看我小菜地的全貌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 这个就是目前我小菜地的现状 我会上来持续更新这些秋菜的情况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欢迎订阅我的频道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